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政府就已经订定性别工作平等法及性别平等教育法要来规范两性之间的界线但是为何这类事件经过二十年在各领域仍然层出不穷首先我们要带大家先来讨论在校园中的性骚扰如何定义 大太阳下孩子们在操场上玩球挥洒汗水他们开心的笑声是校园中最美的交响乐 不过一旦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语举行为这段乐谱恐怕开始变调 那个是一个高尺的老师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说想要把气氛弄得比较热络一点 那你知道很多孩子只要是讲到黄色的部分他们就会有时候会比较害 那老师就用这样的方式这两个学生就很不舒服 老师在课堂上对着学生大开黄枪让同学们心里感觉受入进而提出申诉 没想到这名高职老师认为只是玩笑话不服判决还告上行政法院 这个都是具有性意味的原因那又违反了学生的意愿不受学生的翻译 然后学生又有了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就判性骚扰成立 那没想到那个老师他不服他就一直生负通通被退毁 他还打到行政法院就是最近才判下来 行政法院也认为说这个应该就是性骚扰 沈一泉校长透露这名老师始终不认为自己这样不当的言语构成性骚扰 但这也反映出不仅学生需要上性评教育课 老师的性评观念也必须与时俱进 我们高雄市呢在今年有公布了一个本市推动情感教育还有性教育的一个实施计划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呢让学校可以重视情感教育还有性教育的议题 那希望全校的不管是老师学生还有是职员都能够落实性评教育的一个推动 在这场有关性评研讨会中参与的教职员 对于通报机制有许多讨论 教育部公布的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事件通报流程显示 教职员必须在知悉事件的二十四小时内向上通报 根据统计一百一十一学年校园疑似性骚扰事件通报 有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一件 相较于一百零七学年的五千九百八十二件多了一倍之多 外界质疑通报数逐年增加 是否教育部的监督机制出了问题呢 所谓的通报是知悉疑似就需要做通报 那当然通报数的上升就代表说 我们学校对通报这件事情重视 所以其实我们主管机关是鼓励通报 避免黑数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探计的做法 通报后的事件教育部会持续追踪 该地方教育局及学校的处理进度 进而给予相关意见及资源 高雄市教育局也提供常见的校园性骚扰样态 可分为国小大多是学生间的不当碰触 国中常见是利用社群媒体传送裸照不雅照 造成对方不舒服 高中职以上则是情感追求交往中的 不当骚扰占大宗 如何降低相关事件持续发生 答案是预防剩余治疗 校园性骚扰防治 防的部分从教育从学院打去做手 治的部分从我们法规 调查出一个机制去做手 然后来让我们性骚扰 防治能够有成效 降低这个性骚扰化生 教育局管今天能做的就是 好好落实我们的教育 能够在孩子他很小的时候 建立他比较正确的观念 我想这个是我们能做的 应该做的 在学校做好防范教育固然重要 受到不尊重或是侵犯时 我们可以找老师 或是找相关的信任单位求救 出了社会之后 性骚扰的样态变得更多 更加复杂 接下来我们将镜头转到职场上 看看大人的世界又该如何保护自己 喂 劳工局你好 毕信周永高学你服务 喂 我要申诉 我被职场先吓到了 当您在工作中碰上性骚扰 您会马上反映甚至投诉 相关单位吗 我们常常发现到 固执它只需公司有 性骚扰案件 它的处理方式 很多都是紧做护眼室的处理 让被害人再次遇到 性骚扰的时候 更不敢说出来 高雄市劳工局分析 职场上可分为两种性骚扰样态 一是敌意式性骚扰 像是对于个人身材穿着 以及具有性意味的言辞评论 或是不当肢体碰触等等 第二则是交换式性骚扰 一直掌权者 借由管理层优势 要求受雇者或求职者 提供相关的性要求 这些现象长久以来 在职场上屡见不鲜 就连工作环境相对单纯的小吃店 都可能是犯罪温床 那个就是一个越南籍的外配 然后他在那个小吃店 洗洗碗啊顶个餐这样子 然后他先生是船员 结果呢 小吃店的那个老板 就常常有意无意的 就拍拍屁股 然后可能是手肘 还是手边顶着顶着 就摸他的头 就有意的肢体接触 然后他很不舒服 然后可能就跟老公讲 然后先生当然非常地生气 带着老婆来老公局 要我们帮他做主 不幸中的大幸事 这名雇主也在老公局的约谈中 坦诚错误 双方赔偿和解 不过并不是每件纷争 都能够圆满落幕 比较大型的公司 可能就是他的领班啊 或者他的组长啊 然后有一些言语上面的 一些不友善的 听得不舒服的话 那像这种 老公就一次两次 就心生恐惧嘛 有时候甚至就会来 老公局面求救 那他可能会害怕嘛 那同事看了之后觉得 人家会不会 一样的眼光看我 说我是不是都 我不会给他导 随便乱告状 受害者容易害怕 遭受异样眼光 或是全市压迫 而选择沉默 为了要好好接触他们 高雄市府更首创 单一管道 陪伴机制 市民只要拨打1999 就有专人立刻受理 我们除了在法令上的保护 最重要的还要注意到 资产性骚扰 对生死人生薪 影响的程度 他如果生薪的状况 有因为这个性骚扰事件 而有受到影响 那我们经过评估以后 也可以随时他转借给专业的机构 当位 那同时也会提供经费上的补制 那透过这样的专业的资商的随制 可以让声势也在重返职场 性骚扰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 从以往站出来发生的受害者阐述自身心灵的恐惧 阴影多年挥之不去 就能看出主管单位除了提供相关处罚及辅导 学者更提出修复式关系 期盼能让受害者得到真正的解脱 所谓的修复是指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如果今天行为人跟被行为人之间 发生了一些纠葛很不开心 那但这时候呢 我们透过修复 让彼此的情绪或的疏解 让责任或的厘清 然后呢更重要的事情是 让被害者能够正视到加害者 其实也背负了这20年的行为上面的一些责任的时候 才能继续的平行的走下去 如果性骚扰的情况发生时 勇敢的制止发生 才能够及时的保护自己 而社会大众也必须要拥有正确的性别观念 才能够创造出更良善的社会环境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